美東時間8月30日 在美軍控制的赫布爾機場附近社區 遭火箭彈襲擊後不久 美國宣布最後一架軍機離開了阿富汗 白宮發言人普薩基 在當日下午的新聞發布會上說 目前仍有小部分美國公民 滯留在阿富汗 但沒有提供具體數字 霍士新聞報導指 有國務院資深官員透露 還未撤出阿富汗的美國人不超過250人 據華盛頓郵報的報導 在塔利班進入赫布爾的過程中 美國軍方曾與塔利班會議 塔利班提供了兩個選項 一是美軍負責赫布爾的安全 一是由塔利班來接管 不過美國拒絕接管赫布爾 前阿富汗政府石油礦產部長 納吉斯內漢 在那個時候決定離開自己的國家 埃尼奧特·亞克曼曾在美國海軍陸戰隊 和中央情報局服務 先後5次前往阿富汗 和伊拉克執行任務 直至8月27日前10天 他和他的夥伴自發組織 幫助200多人撤離赫布爾機場 當我們採取了我們的禁止 從塔利班 和我們採取了 在他們的牽涉 我們真的失去 我們很少在美國 可以做 除非要多人 從今到 August 31 然後再次採取了 其他人的採取 以免稅務的 美軍方法 那不是好好的 感谢观看